是很多很多人在一起洗澡的一个习俗 没脱衣服之前是好 不能再拍了 可以了可以了就到这了 Hello大家好 我是鱼肉 现在出发去日照机场 今天呢我要去沈阳了 带大家领略一下东北的东 跨西北的风 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也有三年没有回东北了 其实对那边天气也很难把握 而且很久没有 我买很厚的东衣了 就着羽绒服棉鞋都没有 所以我就穿了三层保暖内裤 希望在东北不会把我冻感冒了 一会儿呢 我在地的好朋友大学同学会来接我 那今天的行程呢 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沈阳的冬天 还有沈阳的美食美女 好了我们出发 天已经黑了 我爹和我爷爷送我去机场 帮忙日照机场 对啊到了 日照机场就比较小 进来一会儿就能登机 所以我们都踩着点过来 上来后发现人还蛮多的 下面看着没啥人了 现在呢距离登机还有20分钟 然后我们这边的机场的座椅 很多都变成了这种扫码付费的按摩椅 就是你扫一下二维码 给它10块钱 他就给你按摩 但是我家我不花这个钱 说晚上带我吃好吃的 我打算一会儿飞机上发什么都不吃了 就等晚上这一度 熊烤了没眼中 在地面都滑滑 再得慢点走 我们坐接拨车 因为室内外温差比较大 所以我们这里有更衣室 他在二楼出发大厅等我 现停三分钟 二楼出发大厅 我现在正往那趟呢 多少有点丧白气 我好兴奋 出来了出来了 感受一下这气温的 哎呦妈 冰冰凉 真的 又回来了 又跑回来 他俩说他俩改一楼呢 我的笨蛋姐妹 我真的太热爱东北了 我一回来整个人就亢奋起来了 沈阳的温度还行 就刚出来那一下冻到瓜子 之后吧就没有多冷 现在在等他俩 不知道他俩上哪去了 我以为直接就能上车 结果这俩人跑步前进来找我呢 你看你两个 你俩是一个世界的吗 看着他们之后我们跟他第一 你们好不说你不冷吗 现在交等位 咱们有个三四锅这样 那也行 现在出发去吃饭了 我们到了吃这家破调 先等位叫号 刚才走错了 走旁边那屋去 请 你假装是服务员是吗 这个是我们虾饼 月亮虾饼 五块钱一克 月亮虾饼 虾饼 看里面的肉 对看里面的肉 真能拍照 有个大喜啊 就有点模糊 好了吃饭 感受一下面对镜头吃饭 老乡 老样吃饭 哈哈哈哈 看着自己吃饭更小 我刚才看这个 我还以为是什么 那个 章鱼的大蒜 大蒜 大蒜都是大蒜 炸馒头 是我第一次看这样的炸馒头 这应该是裹的一层蛋清 像面包一样 像面包 你试了吗 炸馒头 麻椒甩下来 有点太麻了就是 那好好吃 我入台证过期了 然后想办一个多次签注 我以为过来可能就十多分钟 二十多分钟办完了 没想到这有 每天都办八百到一千人 昨天好像一千多人 就是出镜的一些证件 我估计我还要等个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我现在这时候特别希望能有黄牛卖号 我前面还有三百个号 我们现在终于办完这儿了 我的两姐妹陪我到现在天黑 然后我们现在出发呢去放松一下身心 享受一下生活 感受一下我们东北特有的澡堂文化 就是很多很多人在一起洗澡的一个习俗 对 我们从小都是洗大澡堂的 那现在这个澡堂就越来越丰富多彩了 能吃能喝能玩 还能还能按摩美容啥的都有 咱们今天就去看看 听说这家还有水果吃到饱 就是买了门票水果哈根达斯的饮料 随便吃 那今天咱俩一起去看一看 我们到了 就这个大泥墙 这里面就是澡堂子 这不是泥墙高短的里头 我已经好年没洗澡了 不对 没来大澡堂洗澡了 先换鞋 等一下 一人发个兜子 好谢谢 手牌 男玉区女玉区好了 到此为止不拍了 不能再拍了 可以了可以了就到这了 现在我们到了这个二楼 其实我也没来过这种洗浴 就是现在越来越卷 所以形势越来越丰富 大家可能挑水果了 这饮料完全都数不过来有多少种 就很多很多很多种 这边还有一个饮料墙 然后椰子可以随便拿 拿个椰子 给我们的椰子开个口 拿个西瓜 纸质的西瓜 谢谢谢谢 转一圈看一下都有什么水果 凤梨 就 凤梨 木瓜 好不细啊 他是直接切好的可以拿是吗 对啊 我以为拿这个 这个不能拿 可以拿这个 然后让它给切 这么好 我没吃过这个 你想切啥就行了 我没吃过这个 什么 这个我想吃这个 你这样的那个切叫什么玩意 黄皮黄果 这个我没吃过 那说你要 那个黄皮黄果 他就给你切 行 然后这边就是可以选那种 直接都切好洗好的 好多草莓 拿个草莓吧 好 这边还有哎 这个五花果 我想来一个 大苹果 我来一个 那都献给期 我们在二楼 上楼 我们三个现在仨人 挤这么一个小屋里 后面还藏着一个 这椰子什么随便喝 我算了 只要喝十个半个的 今天这么早票 前就出来了 勤俭持家 一晚上都得花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外面的视角 上面一会再去看 先吃饱喝足了 这店里吃的黄火冷火 他给我拿回来 我忘了 我行字行字就忘了 钻一圈吧 还是不想吃 忘了这事了 下面进入三姐妹品鉴会 尝一小块 尝边一小块 火龙果能有多难吃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味啊 我吃了一点味都没有 对 你又吃一块 我没有吃了菠萝 而且口罐还很奇怪 对啊 还是怎么做到一点味都没有 但是很好看 我刚刚看那黄色的火龙果 我惦记半天 没脱衣服之前 哈哈哈 扒了皮 见真原形了 再给他吃了 他也不能浪费啊 哎呦 越到 不要强迫 越到吃没了越难吃 他那个在嘴 在嘴里面就扎巴鱼 还念个洞 这儿的哈根南斯也是免费吃的几个味啊 一共是六个味吧 还是八个 吃饱了的东北工作 开始放后溜溜 其实这边老大了 这还有躺了的区域 哎这行啊这 我们为什么不在下面呢 这是啥区域啊 这还有动漫 可以看 这老大了 真的老大了 这也像热带雨林一样的舞 艾草房 现在是53.8度 这里边没有人 现在都没有人 都是汉正的地方 而且这个里面有人 35度的有人 43度的也有人 来一下看一下 看一下 岩洞 那边 挺热啊在里面出来了 各个屋走一圈 这边什么呀48.4度 看一下有没有人啊 有哦这是小石头的 看一下 这边 哎还能学习办公 这边能查电脑啥的 重电啥 还有人在这学习 我留到这发现这边还有电影院 叫街体影院 真丑烈 大家可以在这看电影 这是演啥呢 这样更能总览全局了 很大 休息区真的很大 我们现在躺在石头上做那个 这叫啥啊以前叫 这叫啥呢叫这东西 就是食物浴缆 好像是 我记得原先我们那个 13.4那个早票也有这个玩意儿 好烫 好烫啊 烫腿 这树竟然是真的 我以为是假的呢 我们现在在这待到了晚人快11点了 就是你想在这过夜也行 就100来块钱 连去带玩带过夜 然后如果你想额外的去餐厅的话 那还可以再单点菜 据说这家餐厅的价格也不贵 都还更便宜的 那我们可能一会就要出去吃了 想吃东北老式麻辣烫 所以熟熟就出发了 今天的水果也算是吃到饱了 但是唯一的遗憾呢 是我们没有吃到烤榴莲 但不赖人家 是因为10点就关餐了 然后我们拍照拍到了10点02 刚刚好错过了那个晚餐的时间 没吃到烤榴莲 就浪费了一个门票里面的烤榴莲 那下次再来吃 不着急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给我吃麻烫再给大家看看吧 一会见 好了烫不开门 我们来喝酒 我们来喝酒来了 我们吃晚饭啦 今天呢 关于东北大澡堂的体验之旅呢 就结束了 我们也喝好酒 准备回家睡觉了 不对 已经改家了 说错了 不是准备 现在就是准备睡觉了 也不用卸妄了 一会把眼镜砸了就可以睡觉了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下期视频想看什么那种 随时给我发私信 看到后我会第一时间恢复你 拜拜